好,下面呢我们开始来讲配置 应该说如果你看到我两年前讲的NA的话 那个实验讲的是这种最传统的那种 Crypto Map配置的IPsec VPN 我现在上课呢改了一下 因为确实太不实用了 我这次NA课讲的两个都算是比较靠谱的 在工作上中正经能够用得起来的VPN技术 一个是站点到站点的SVTI技术 好,一个呢是我们远程拨号的S周VPN技术 S周VPN技术 OK,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SVTI 这是站点到站点的,入屋器到入屋器的 站点到站点的这么一个隧道级VPN技术 首先说一下VTI,虚拟隧道接口 SVTI就是静态的虚拟隧道接口 是一个站点到站点VPN技术 OK,那么我觉得这事说白了是怎么个意思啊 我们要在哪儿建 我们要在这个Gateway Gateway这个入屋器和这个CSR VPN建议的SVTI 这个SVTI技术做完了之后的一个结果是啥呢 结果就是感觉这有一根线 正经的网线 有俩水晶头 一个水晶头插到了这个入屋器的一个tunnel口上 另外一个水晶头呢 被插到了这个入屋器的一个tunnel口上 没有了 这个VPN的任务就这个 就是配完的结果就是 多了一根网线 插到你两个tunnel口上 然后 VPN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你不觉得这用起来很爽吗 千三万水两台入屋器 一会儿网线通了 通了 通了能干啥呢 你觉得通了能干啥呢 你下面紧接着你就应该说路由去住了 在那边跑路由协议啊 或者在里边来一个精彩路由啊 然后网不就通了吗 你解释什么 所以我们即将要讲SVTI技术 它其实就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任务 在千三万水两台互联网路由器上 做了一根网线 俩水晶头 他们他在手上一插 好 这个口子通了 就是这个任务 其余啥任务都没有 他就干这个任务 你解释了 这就是这VPN的目标 好 这就是我们的SVTI S静态 虚理隧道 接口 虚理隧道接口就是这根线 静态的 就是 这边地址也是固定的 那边地址也是固定的吧 静态的 它有个动态 动态是来替换那个 远着摩尔VPN的 叫DVTI 那么 站点到站点呢 是SVTI 其实就这么个东西 它就只干一根网线的事 说白了 它就是一根网线的事 学生说 那个一根网线起什么事 你觉得一根网线起什么事 好 OK 虚理隧道接口 它的比较大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多重iOS特性 能够为直接应用到隧道接口 和物理口上 这种直接的配置 提供用户对加密前和加密后流量 更加强大的控制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还是一句话 就这种网线 就通了 那么这个隧道口 那个tunnel口 interface tunnel 你应该这么说 你不要对tunnel口有任何歧视 tunnel口呢 你在任何以太网口下面配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tunnel口下面配 你在以太网下面可以配个列表 tunnel口下面也可以配个列表 那你是不是可以 对跑在tunnel口里面的 这个两个站点之间的流量进行 有些的过滤呢 你在以太网接口上配LAT 它也可以配LAT呀 你在以太网接口上可以配 这个QS 它也可以配QS啊 应该这么说 你能想得到的在路由器下面 无理接口下面配的东西 tunnel口都能配 OK 这个tunnel口什么都能配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在tunnel口上 做各种各样的技术 能够对这些VP流量进行的控制 它就是一根网线 你这么认为 它就是一根网线 这就通了 你正常用这根网线就可以了 你见吗 这就是SVTI技术 它就起这个作用 好 当然那个实验呢 还稍微复杂一点点 其实啊 这些讲这些都是多余 其实我们的VPN 就是讲这根虚线 怎么通 当然了 如果说只是把这个线通了的话 你可能没啥感觉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能够给你 把感觉做的更全套一点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的Gateway算一个分布 172162.0的网络 然后呢 咱们公司内部10.1.1.0的网络 不是VFTD吗 好感觉呢 这个 这根网线就通过千三万水 就连通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 你就可以在全网 包含分布和中心 讨一个OSPF吧 你宣告 172162.0 你宣告172161.0 你宣告172161.0 然后VFTD也宣告10.1.1.0 这全网就贯通了 通了吧 对吧 当然这些路无交换的 只是我为了配合一下今天的情节 给你附送的 这只是附送的一部分 情节 让你能够知道完整的这个故事 其实你要说我讲那篇 我就是把这个网线配通 直连聘通 我说我的 我的微评讲完 我也可以这么说 我就讲完了 当然呢 你可能有些人说 通用有什么用呢 随着我把情节做的更丰富一些 所以我们就跑到个路无协议 感受一下这个全网 整整通写的感觉 其实路无协议 不是属于微评的范围 只是为了配合一下情节 就增加了这么一段 相当于什么意思 相当于这就是互联网 这是一个分布 然后呢 我们这儿建立了一个隧道级微评 最终实现效果呢 就是172162.0 就能跟我们公司内部的 10.1.1.0通起来 然后微评解密之后 从DMZ进来 对吧 设个设计吧 OK 这整个固执是这样的 其实微评只是中间 这个小小的情节 把这个接口配通 理解 好 下面呢 我们开始来配了 我们来配这两个设备了 最终效果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这个实验的 将映的图 好 我们开始来配 我登录到Gateway 也可以登录到CSR的 VPN 我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这个图里面的 网管电脑 一般都是这个PC 我SSH它 我TELL它 我这么来网管的 由于中间VFTD 我们也知道的 VFTD其实 全部都在乱放了 我这个路由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现在能同时 网管这两个设备 我这么来网管 我开始来配了 我在这个设备上 登录了两个设备 开始来配VP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配置的内容 我们来 这边配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要配的呢 是第一阶段策略 第一阶段策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什么也没打 我就抄了一个数字词 修Crypto IseCamp Policy 为车 你们发现 虽然说我实啥也没有配 那么我们的默认策略是DES 默认 Hashe的算法是SHA 默认的认证算法是RSA的签名 默认的DH组是1 默认的有效期是1天 这是默认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啥也不用配 那么默认的 其实就有了 OK 我记得这一周 应该有一个学员在群里边 问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每次上课都讲 你看你敲DES 因为默认是DES 所以你敲DES是没有东西的 默认的就不会显示 对吧 默认的就不会显示 为了把课讲好 所以说呢 我故意的打了一个不是默认的 认证 欲共享兵 不是默认的 主二 不是默认的 OK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我敲的 它都能显示 我敲其他的 很有可能就显示不了 因为我敲的都是非默认的 你解释吗 好 我来个解释一下 那加密算法是3DES 完整金针法没有敲 刚才也看到完整金针法是SHA 这是保护 IKE流量的策略 SCAMP 是IKE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 请注意啊 这是IKE的策略 IKESA 加密IKE流量 用了加密算法 完整的交易算法 来SHA OK IKE的重要的任务是认证 用预共享密要认证 就是我知道一个口令 你也知道一个口令 我们通过这个口令来认证 好 DH组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DH 刚才说过啊 DH是一个非证明要算法 那么 这个组号越大 表示这个DH的计算强度越大 我们会在NP阶段详细讲一下这个算法了 你简单理解 这个组号越大 DH的强度就会越大 你要把组号定好 相同一个组号 他们在鞋上成功 好 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策略 做完之后呢 既然我选了预共享密要认证 那我就需要填一个密要 远端的地址应该是 这个远端地址应该是202.100.1.1 我在gateway上做了 202.100.1.1 我再说一下啊 这其实更像一个预共享口令认证 你知道这个口令 我也知道这个口令 我们口令对上了 我们认证成功了 我们的VPN就建立了 对解啊 说预共享口令认证 更贴贴一些 我说预共享密要认证的话 有些人就会联想 这个你加密用的密要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啊 你的完整性教育的密要跟他有关系吗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的密要是由DH随机给你产生的 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用你认证了 认证 认证 你知道这个口令 我也知道这个口令 OK我们口令一样 我们对上了 我们认证通过了 你解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配置我们的第二阶段转换级 名字 其实这个IPSEC转换级 其实就是第二阶段 IPSEC的策略 ESP test ESP MD5 啥意思呢 我们第二阶段 协商 IPSEC SA 保护具体的两个站点之间的流量 用ESP封装 用DES加密 用MD5做完整性教验 这是你第二阶段 保护实际流量的策略 你不觉得你敲了两个加密策略 你有两个完整性教验策略吗 ESCAM的第一阶段的 IKE的策略 保护IKE流量的策略 IPSEC转换级 第二阶段的 保护实际的感兴趣流的 IPSEC的策略 OK 不太一样啊 好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配一个 IPSEC profile QY糖 IPSEC PROF 做一个IPSEC profile 设置转换级 调用刚才我们所设置的转换级 好 这个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没有一个接口 是172162.0 这是模拟 我gateway模拟的是分支站点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分支站点 生活网络 可以理解吗 这个分支站点生活网络 172162.254 就是模拟的一个分支站点的 生活网络 模拟的一个分支站点的 生活网络 我可以理解吧 一个模拟的一个分支站点的生活网络 好 这个 这个我也是有的 这是Panada 好 紧接着呢 我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Tunnel 一会儿呢 我们微信的主要目标 其实就是让这个Tunnel 感觉就是一根线 把两头 这个插上去了 就通了 好 那么你要知道这个Tunnel 它连接着两台路由器 一个虚拟的网线 连接着两台路由器的两个网口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必然要为这个Tunnel 设计一个网段吧 一个网线 两头插路由器 你说是不是应该设计网段 要设计吧 OK 那这个时候我设计的网段是172.16100.0 一头呢 设计254 一头呢 设计253 可以理解吗 一个网线 两头路由器口 你肯定得设计网段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配 IP地址 172.16.100.254 Tunnel的 元 是 2.2.100.1.254 这是我本地的 Global IP地址 Tunnel的目的是远端的 Global IP地址 当然了 这个Global IP地址 可以离着我千山万水 可以离着 整个太平洋的位置 耳朵也都说完 只要这个地址是 互联网上可达的 Global地址就可以 OK 好 Tunnel Mode IPsec IPv4 如果你不配 可能大家知道吧 不配是应该是 Gre点对点 IPsec IPv4的一个隧道 这就是SVTI 然后呢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刚才我们配过 一个IPsec profile 叫做 名字叫做 QI堂 IPsec profile 在这儿调用 这个IPsec 肤范 通通口就配完了 OK 建议你调一下MTU 为啥呢 因为如果你保持1500 你的名文出去的1500 但是其实是 还要加密吧 还要加一些头部吧 对吧 如果说你每个班 都以1500 我发的话 你在裹上了一些 什么ESB的头部 那就超1500了 超1500的话 那么你各个班 是不是都得分片 分片 对IPsec的效率 会极大地降低 所以建议你 把MTU调小一点 就这个Tunnel出去的 这1400 那么它在裹上 一些其他的 它也不够1500 不至于虽然分片 调整一下MTU 也是必要的 好 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 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话 我把OSPF宣告一下 我应该宣告啥呢 看好啊 我很明显应该宣告 我的身后网络 和这个互联的这个接口 你不会指望 你不会想到会宣告这个口吧 这个口是运营商的电路 这是电信给你的一个口 你宣告OSPF 电信给你建OSPF吗 你想一想 它也不可能啊 是吧 物理口肯定是不宣告的 这个没法宣告 这是互联网的接口 没有办法宣告 你应该宣告隧道口和身后网段 好 所以那在我这 我宣告的是身后网段 和隧道口 你姐 没有那个什么202的 那个互联网口 没有用力玩 你想说跟电信进 OSPF宣居吗 想想它也不可能啊 好 同理 我到另外一端 其实说实在的啊 如果说你都是CSR一千V 因为我这个gateway啊 是一个比较老的设备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设备 是一个36的模拟器 12.415T5 它嘛 它没有默认的策略 特别是IP社没有默认的策略 其实CSR的话 现在应该 你可以看一下 它默认策略多得去了 就很多的默认策略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两个CSR的减位选 你啥也不用配 第一阶段策略 第二阶段策略 全部都不用配 全部用默认就可以了 新版本 15.215.3之后全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你是个脑设备来 所以说呢 你还是稳妥点 老规矩 守配策略 配了一个口令 QY糖 这个必须得一样啊 咱们口令一样啊 Adress 202.100.1.254 户子 户子 然后配 转换级 QY糖 这个名字 没有必要 两边都一样 内容两边都一样 就可以了 我记得应该抄的是 ESB-ESPM6 名字没有必要一样啊 然后呢 同样的 IPsec Profile 我也都要SYSCO 设置转换级 SYSCO 可以讲吗 这个SYSCO 是这个SYSCO 好 继续 再敲 Know 0 172.16 100 那边254 我这边253 然后呢 我把MQ调一下 那边敲了吧 然后 Turnal Source 我这边的Global 例子 它的目的 远端的Global 例子 Turnal Mode IPsec IPv4 Turnal Proclamation IPsec Profil SYSCO 是吧 IPsec Profil 是 SYSCO 好 然后呢 动态入入协议 17216 100.0 0.0.0.5 这是隧道口 这是这个 隧道网络 生活网络 17216 1.0 172.16 1.0 好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Gateway 这边来看一下 Show Crypto Engine Connection Active 这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 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三个 两类 安全关联 SA 为什么呢 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这是非常正常的 一个双向 IKESA 因为IKESA 一个SA能加密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两个单向 IKsec SA 一个加密 一个解密 知道吗 而且就会发现 我什么流量都 我没有出发 我没有聘 我没有产生那么流量 为什么会有加解密呢 你连隧道上面有OSPF OSPF不是天生 在隧道里面宣告 是不是应该是隧道口发 是吧 所以说有加解密 正常 OK 然后呢 也Show IP OSPF Labor 有人说怎么建立隧道 我没有谈Council信息呢 请注意我是远程登录 我没有敲 Terminal Monitor OK 所以说呢 它建立了一个过程 没有Debug信息出来 可以理解吧 你可以看一下 Show IPRoute OSPF 路由1.0 已经学过去了 就是我学到这个1.0 已经学过去了 为什么后面学不到呢 因为VFTD没有配OSPF 下面一会儿我们看一下 VFTD怎么配OSPF 顺便看一看吧 顺便不是特别重要 然后呢 我们在 这个VPN设备 应该学到2.0 我们看一下2.0 能学得到 在 2.0 OK 好 请注意啊 我觉得 其实 你要讲个VPN 讲到这儿 其实已经就 就已经可以结束了 后面那些 存入交换问题 我还在这句话 配合剧情 所以说给你们 把后面的讲一下 否则这个根本就 没有必要去讲它 只是为了配合一下剧情 我们 在后面 看一看 这个 VFTD 怎么配 东西路无协议 配置也比较简单 你肯定是要到 那个Device下面去 这玩意儿我不太爱配 就是它比较慢 点它 整次没有命令 好像打起来那么 舒心 路由 就说我点了 讲话没有 我应该点了 这真够慢 你点那个路由 然后呢 你 OSPF 起个进程 然后呢 你可以来个高级 你可以 给它 配一个 Rotor ID 讲究一点 下配一个 给它Rotor ID 然后呢 再给它 来一个R 进程一 R R应该是零呗 是吧 R应该是零 普通区域 那哪个网络要宣告进来呢 我的Inside有吗 可能没有 我新建一个 Object Inside Network Inside Network 应该是 10.1.1.0 -24 我还得添加两个 你看我宣告两个网络 一个是 Inside 一个是DMZ 不是DMZ 这是VP 172.161.0 首先呢 再创建一个 VPN Network 172.16 1.0 -24 这是创建两个 Object 好 紧接着呢 你就可以把 Inside Network 甩过去 你就可以把 VPN Network 甩过去 然后呢 这两个网络 都在进程一 R20里面宣告 它是一个 普通的 区域 可以解释吧 R20 进程一 OK 好 再记住 保存 并没有太多用 关键是要不属 才会有意义 是吧 不属 要等一会儿了 这儿啊 这个一宣告 那么这边 在Gateway上 肯定就能学到 10点1点1点几的路由 然后不就可以 通过来了吗 OK 好 一会儿呢 我们不属完了之后 再测一下吧 基本上 并不是特别重要了 等它不属啊 我们讲到后面的了 第一个站点到站点 说白了 我们其实主要就讲了这个tunacle 啊 网线通了 我说那些路由协议 路由只是配合剧情而已 不是最主要的事儿 主要就是这个tunacle 怎么配 然后呢 tunacle能通起来 网线通了 VPN的任务就结束了 路由 那是路由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 没偏要讲的问题啊 好 这个讲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SSO VPN 我看一下我的ASA 应该也可以网管的啊 我的ASA在哪呢 我看一下图 那ASA在这儿 扮演一个VPN设备 就是说呢 这个设备 路由器 还记得我刚才给大家推荐吗 站点到站点 你选择的路由器吧 路由器 对吧 SVTI 靠谱 然后呢 我PC要拨号 ASA 是吗 我说 这个你就应该拿 PC来拨号 就应该 远程拨号VPN 就应该是ASA 我看一下啊 我那个PC开没开机啊 我印象中好像我忘了 开机了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ASA SVPN 在讲到之前呢 先讲一下理论 还没完 好 我们来介绍理论 SSO理论 SVPN理论 和简单的配置 好 我们来说一下 SSO理论 首先呢 得要了解 这是安全套阶层 是网警公司 1990年 为了保障 3W流量而设计的 网警公司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了 这个故事很长 这个故事是 怎么回事呢 微转最开始 是和网警 打游览器大战 IE 他是网警游览器 打仗 互相对告 告完之后 网警好像是赢了 但是最终 网警是垮了 就垮了 垮了之后呢 那我经常说呢 就消停了 我记得我在讲 HTTP协议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故事 很长一个故事 那消停了 差不多五六年 微转就不失进取 他的IE8 五六年都没有通行过 一直就不失进取 到了2000年初 又一波 全新的 游览器大战 就是 Firefox Chrome 这一帮又出来了 又开始打 现在又在打 两波 游览器大战 都有微软 第一波是跟网警打 第二波是 Firefox和Chrome打 好 这第一波的 这个网警公司 网警还是挺有逼的开始 因为我开始用 游览器就用网警 然后为保护3W流量 而设计的 开始是SSO V2 V1 V2 V3 好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到了1995年 觉得这个SSO 是网警公司 私有协议 网警公司 那个时候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咱们搞个 公有协议吧 所以说出了TOS 传输成完全 TOS呢 其实就是基于V3 做了适当的增加和修改 基本上是一个V3的改进版 现在TOS应该到了1.2 还是1.3 我想不起来 应该是1.2 这个版本 最新的版本 应该是1.2的TOS版本 OK 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虽然说我们管这个玩儿叫做SVP 虽然说我们管那个 这个协议叫做HTTP S 就是HTTP over SSL 虽然我经常都这么说 SVP HTTP S 但我给解释一下 实际上你们用的协议 绝大部分都是TOS 就是很少用SSL 现在其实很少用SSL 你们应该绝大部分都用TOS TOS最新版本的1.2版本 OK 那只是因为这个话吧 就是这么这么说过来了 就是十几年前 SVP不是一个新技术 其实很多年了 十多年前 就是这么练 就是一直说SVP SVP SVP 虽然说现在叫做TOS了 我们也没改 我们还是要SVP 还是SVP 其实你现在一讲究点 应该叫做TOSVP 只是这个话吧 就是一直这么说说说 说到现在 咱们也不想改了 咱们一直叫做SVP 你解释啊 OK 如果说新的名字出来 新的什么 基本上是说TOS 老的 反而SVP一直叫SVP 就一直没改过 但是其实是TOS 说一下这个问题 SSL呢 请注意 我后面讲的 统一用SSL 但是其实应该是TOS 在说一遍 我后面上课 我就不再给你反复 这么换来换去了 统一说SSL 但其实就要知道 其实我讲 主要应该讲的是TOS 你用的其实也是TOS 但是我上课就一直用SSL的词了 SSL是一个不依赖于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协议 那么保障TCP的安全性 这一点你要注意 这个很神奇的 TCP的安全性 不依赖于平台 就是你会发现什么 什么程序 什么平台 比如说Linux Windows 其实都认识SSL的 应用 你会发现什么应用都可以被它加密 但是这倒没有什么 主要就要了解一下 SSL 它是TCP的加密 TCP可以加密 能加密有利品吗 不行 能加密SNP吗 不行 它就加密TCP 肯定是有问题吧 后面再说 它有一个什么解决方案 反正要知道TCP 它只加密TCP的 好 它感觉呢 就像套接层啊 就感觉像是应用层和传输层中间的一个插口 什么意思吧 意思就是应用层是被加了密的 下面是没有加密的 你解 你解 IP是网络上安全 就是网络层头部的IP是明文的 IP后面是密文的 对吧 但是SSL是什么呢 应用是 应用数据是密文的 但是 以太网 IP TCP是明文的 TCP是明文的 OK IP这个不是啊 IP这个TCP可是密文啊 要了解这一点 好 再看 SSL呢 最开始肯定不是来做VPN的 最开始最开始 SSL的初衷是来加密HTTP流量的 那么最开始在网警的 它这个游览器里面 第一次使用 那么网警为HTTP over SSL 就是SSL加密HTTP吧 它起了一个名字 HTTP 什么好 谢谢 这就是咱们所熟悉的HTTPs OK 就是网警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给它缩写了一个写 叫HTTPs 斜杠斜杠 OK 所以说我们现在 经常说HTTPs 其实是HTTP over SSL 给你解吗 HTTPs 好 然后再了解一点 HTTPs工作章口不是80 是443 80是普通HTTP 好 SSL最大的用途 就是加密HTTP 它第二大用途就是加密邮件 现在如果说你在各大邮件 比如 当然可能很多人现在是用网页收邮件的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还有一种收邮件方法 就是像我 还是比较传统 用Farfox 用Outlook Farfox 可以用它来收邮件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设置 POP3 你就要去设置 SMTP 那么 那么 其实 POP3和SMTP 以前是名文的 现在各大网站 基本上 POP3和SMTP 都是用SSL加密的 但是其实是TOS加密的 OK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用Farfox 和这种 可能现在绝大部分收邮件 都用网页收邮件 是吧 我现在基本上 还是用的这种 Farfox来收邮件 好 SSL呢 有两个阶段 其实呢 任何一个跟安全相关的协议 它都会有两个阶段 它一个阶段呢 就类似于IKE 协商 协商啥呢 协商算法 认证 然后协商密钥 算法 认证 协商密钥 这是它的第一阶段 这主要任务 就跟IKE差不多 然后啥都协商完了 就跟IP社里有安全关联了 那实际就加密数据 传输 这就是它的ESP 类似它的ESP 类似IP社 这个ESP的工作原理 它总有第一阶段 因为协商 叫握手阶段 第二阶段 叫数据传输阶段 都有这两个阶段 只要是跟安全相关的 这些东西 都会有两个阶段 总会有协商认证的过程 然后 协商认证完了之后 总是需要加密传输数据嘛 好 请注意 这个图 其实本来 开始我想自己画一个了 后来我发现 小字本画了个图 没有什么可挑的 后来我还是 不画了 还是用它的 这就是 那个图解HTTP 那本书 里面的原图 我建议大家 真的建议大家 看一下 那个 那本书 图解HTTP 和图解TCP 我觉得大家 怎么应该看看 HTTP 这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协议 很复杂 很复杂 你配套一下 它的那本书 也配套一下 我的那个课 TTP HTTP协议 我觉得就 怎么把HTTP 学的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 它那个图 首先呢 你客户 游览器 去连这个服务器 首先呢 他们会去协商 加密组件 就是协商 我们应该用 SV3呢 TOS1.1呢 TOS1.2呢 会协商这个 然后呢 还会协商 我们是用 什么样的加密算法呢 所以加密算法 可能会是DES 也可能是AS 还可能是一个算法 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 叫RC4 这其实用的比较多的 RC4 就是用的比较多 其实用的比较多 应该AS RC4用的比较多 对于SS 对于SS而言的话 主要老的 游览器用RC4 新的游览器用AS 就协商这些 协商完了之后呢 下面这个操作呢 可能大家有点印象 就是 当你一连接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就会给你 它的证书 对吧 这个还是应该有印象吧 特别是我们经常去 去访问某一个 特别是 讲ISC这些服务器的时候 连ISC的时候 他就说 证书报错 你是不是继续 还记得吗 我们经常会说 我点高级 我们继续 所以当你连HTTPS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把它的证书 发给你 证书 发给你 OK 但是证书的内容很复杂 刚才我已经把一个链接 我讲的一些 PKI的课的链接 发到了那个群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但是我后面也有 专门的课要讲 反正这绝对不是两句话 可以说得明白的 但是呢 我简单可以说一下 这个证书里面有什么 这个图画得很明白 证书里面包含什么呢 这个证书里面包含 服务器的 公钥 公钥 和服务器的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就是说 我是淘宝的服务器 我的域名是 3W6.淘宝两康 我是阿里巴巴公司 大概就这些 就是这些 个人信息 就是我是谁 我是哪个公司的 什么什么信息 就是个人信息 和公钥 会随着证书 发给客户 客户呢 会教验证书的 有效性 那么为什么 有些证书是有效的 有些证书无效呢 简单的说 就是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你的 由来 第二 MMC 回车 然后呢 文件 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然后呢 证书 添加过来 我的用户 账户 确定 确定 好 你会发现呢 任何一个系统 包含 Linux系统 包含 Windows系统 包含 苹果系统 都会有这个 受信任的 更证书 颁发机构 里面有一片 受信任的 更证书 颁发机构 你的证书过来 理想不报错 你至少 要是这些 受信任的 更证书 颁发机构 所颁发的证书 你见吗 为什么你访问 淘宝不报错 为什么访问 京东不报错 就是因为 他们都是这些 受信任的 更证书 跟证书 颁发机构 所颁发的证书 你见吗 一定要找这些 颁发机构 来颁发的证书 才不会报错 淘宝 京东肯定是这样的 百度也肯定是这样的 OK OK 只有崔心眼 铁道部 不申请 因为铁道部 特别流逼 说了句 特别硬气的话 我不信任他们 老流逼了 反而 你要知道 你要不报错 就一定需要这些 受信任的 跟证书 颁发机构 所颁发的证书 所以说呢 当然其实还有 写其他条件 但是至少有这个条件 教验有效性 只要证书有效 你就会提取 这个证书里面的 公钥 好 现在好啊 公钥到手了 而且你教验过 这个证书有效 教验过这个公钥 是谁谁谁谁谁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对吧 是谁的 好 这个证书有效 这个证书 说这个人 他的公钥就是这个 你也觉得没问题 你提取出来的公钥 服务的公钥 接收方的公钥来了 服务器的公钥 接收方的公钥 服务器的接收方 我是发起方式吗 好 接收方的公钥来了 然后呢 我产生一个随机数 我产生一个随机数 可以吧 我用服务器的 接收方的公钥 加密我的随机数 可以吧 我把这个随机数 加密了 发给接收方 只有接收方 才有唯一的试药 对吧 他解密这个密钥包 是不是得到了一个随机数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两个 有一个相同的随机数了吧 然后用这个随机数 通过更加复杂的数学算法 衍生出来了 用于加密用的密钥 和用于完整性教验的密钥 那后续我们的流量 一些加密完整性教验 都会用这个密钥来做加密 和完整性教验 你解释了吗 首先是交换这个随机数 然后用随机数为根 通过一系列的复杂的数学的 衍生算法 演算出来两个 一个用于加密 一个用于完整性教验的密钥 后续的数据加密 和完整性教验 就用这些密钥来保护数据了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HTTPS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了解 基本上 这个过程没想想 依然是用非对称密钥算法 加密密钥 实现密钥交换 对称密钥算法 加密实际数据 实际加密 还是AES加密 RCSPS也可能 OK 交换密钥RSA 正书一般就是RSA 依然是对称和非对称 共同工作的结果 这就在SSA NA我们就简单说到这个地方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来介绍SWP SSA说到这儿啊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SWP 好在这之前我再回去看看 我这个部署完毕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GateWave 我的GateWave 学到内部网络路由了吧 OK我就PIN一下 10.1.1.100 SAUSE SAUSE应该是多少呢 我17212.0 应该是FA0-1 通了吧 10.1.100 FA0-1 相当于就已经 首先全网路由都学到了 现在我用这个例子 拼通这个例子了吧 10.1.1.100 OK 全网就通了 这是一个全套的一个站立的站立的VPN的实验 SWTI其实只是这一根线而已 路由是并不是跟VPN有关系的 好 SAUSE说完 我们继续来说 SAUSE VPN SAUSE VPN 我们来解释一下SAUSE VPN的优点 简单说优点 就是 简单 SAUSE VPN就是简单 它的特点就是 不需要装任何的软件 用游览器就可以拨号 用游览器提供的内件的SAUSE 就可以提供私密性完整的校验和原认照 这就是它的主要特点了 如果说 你需要提前搞一个ESA的文件 安装 设置 然后连接 对于绝大部分客户而言 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SS很简单 就只需要用游览器 你们可能也感受过 用游览器输用户密码 虽然说你最终也装了一个 AnyConnect Client 但是这个Client是通过网页在线安装的吧 对吧 整个安装过程里是不用操心的 全自动力搞定的 当然也可以不装 不装AnyConnect也可以做 也可以玩SVPN 所以它的最终的特点就是 就是简单 我经常说 作为我嘴里边出来的客户 客户是什么 就只会开机 只会开游览器 只会用QQ 只会关机 没了 这种人就叫客户 这种人 他们播SVPN 是基本上是可以播的 但你要让他们玩SVPN 装一个 首先搞一个ES1过来 然后ES1还是英文的 然后双击过程还是英文的 然后装完之后还要设置 几乎是搞变了 是难度巨大的 对他们而言 所以简单 这还是SVPN的优点 其实我经常说 在我们的IT这一块 搞网络这一块 留下来的总是简单的那个 说实在的ATM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协议 最终为什么 很牛逼 很多功能 那为什么被一个 最傻的IP 或者最傻的以太网干掉了呢 就是因为 以太网傻要傻的特点 它就是简单 这以太网多傻 对吧 比如说IP有多傻 多简单 ATM可复杂了 为什么它这么傻一个东西 为什么留下来 这是简单 应用啊 你要知道 所以最终留下来 还是简单应用的 SWI IPSEC 主要就是简单 就是简单 我觉得 好 而且呢 你看它的客户端 有多种方式来下载 首先你可以不用客户端 你有客户端的话 你可以在线通过Java和ActiveX 可以下载 你如果ActiveX和Java 都不行的话 你可以直接下载 ES1都可以 好 而且呢 为了连接互联网的系统 提供灵活的VPN连接 不管这个系统 是否被公司管理 你想想 以前你要是 IPSEC客户端的话 你必须是公司的电脑 因为 你随便搞一个笔记本 你说 那个笔记本上 有10颗的 IPSEC客户端吗 它不可能啊 你搞也搞不着啊 OK 但是有来这时候 随便哪个笔记本 都有浏览器 就浏览器都可以播 然后呢 能够很轻松的 创业防火墙 HTTPS 一般防火墙都放了的 ESP 还是看吧 防火墙 那就不一定给你放了 所以它网络穿越比较好 而且你见过 HTTPS穿越LAT 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IPSEC穿越LAT 是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呢 它的网络穿越性 绝对最好 而且呢 能支持无线漫游 也就是说呢 不管你怎么在无线 AP之间漫游飘 都不会断线 好 支持内建的 这个防火墙功能 那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说 ASA本来就这个防火墙 比如说你播上去之后呢 可以 ASA可以给它做 额外的过滤和控制 又死了 真是服了 我得死多少遍 这个东西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 下面这个PPT呢 是来介绍 IPSEC和其他技术的比较 我再给你说一下 现在离远 怎么不好 就这个 好 IPSEC的问题 主要是需要第三方软件 OK P 这个是不存在的 没有存在L2TP 然后呢 PPTP和L2TP over IPSEC 这两个呢 它主要 现在还能存在 其实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微软系统 是内建的 你解吗 好 推荐 如果说你做远的 没有VPN 还是应该去用 IPSEC和SSL 因为这种 这种VPN 这两个VPN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VPN就是 通了 肯定可以通 不然去就通了 通了就通了 但IPSEC和SSL 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能通 IPSEC和SSL 有更大的好处 就是说 你可以在中心 可以推各种各样的 VPN策略 来对客户 进行有效的控制 OK 像ASA 我不是说吗 还可以限制 你是什么系统啊 打什么补兵之类的 好 我还能够限制 你拨到VPN之后 什么可以通 什么不可以通 我还可以 给你推一些什么 Biner 我还可以给你推一些 网址 所以说 这种IPSEC和SSL 的功能会更强大一些 有些吗 好 他们这两个 同时没有问题了 只是IPSEC和SSL 会更好一些 好 说了SSL的好处 我也说一下SSL的问题 我也说一下 IPSEC这个好处 总会有点好处 IPSEC的远程拨号 IPSEC的远程拨号 和SSL远程拨号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的好处是什么 普遍的说 基本上所有的那些厂商 提供IPSEC VPN的远程拨号的 都是不给钱的 但是一般厂商 这个SSL VPN 都是给钱的 给钱 就是一个问题 是吧 好 首先得了解 如果ASA 我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ASA你要做远程拨号 VPN SSL是要给钱的 IPSEC是不给钱的 咱们说钱 总是问题 这是一个它的问题吧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IPSEC它比较稳定 你今天能播上去 明天能播上去 ASA就容易出了问题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那个ASA它以仗于啥呢 以仗于Java和ActiveX 给你来安装一些软件 是吧 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的商业系统 对Java和ActiveX 是严防死守的 有可能明天一个补丁上来 一个Java的更新上去 就装不上去了 你可能你应该有感觉 比如JavaActiveX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杀毒软件 我们的系统 对它的控制是极其严格的 稍微一个补丁一打 或者Java一个升级 你会发现 这个怎么就装不了了 这个就装不了了 OK 你会就有问题 所以它的稳定性 有一点问题 特别主要是JavaActiveX 造成的一些不稳定 没解 好 基本上这是比较 Epicet主要是比较稳定 不要钱 好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几个 那么 基本上你做SVP呢 都会有 比较经典的 三个模式 第一个呢 就是Clientless 无客户端 第二个呢 叫SinkClient 售客户端 最后一个呢 叫做SinkClient 其实就是我们 AnyConnect的客户端 三个模式 基本上 我前一天讲华为 基本上也是这三个 下面呢 我们来感受一下 实验做 我用实验来说明 这些东西 下面呢 我们来开始配 我们的SVPPC 就在202.1 百点1.8 我看一下它站不站 我得重启一下 这个恢复了快照 还有点问题 反正呢 它是在这个 202.1 百点1.0 网络的 ASA在这个位置 是202.1 百点1.100 然后呢 我们希望呢 这个VPN拨上去之后 能够访问 这个深厚的 相应的一些服务器 OK 好 下面这样啊 我们先把 先把ASA的配置 给大家看看 ASA的配置 其实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配置 我基本上也做了 主机名 域名并不重要 域名并不重要 这个并不重要 然后呢 外部接口例子 再想想啊 我们曾经讲过这东西 配IP例子 要配蜜蜜吧 是吧 好 这个肯定也是配了的 然后呢 木耳网关往外指 ASA的木耳网关 也是证研码 反而你记住一点 只要是研码 通通是研码 在路由器上敲的事 就要想 路由器就不一定了 有些证研码 有些反的 怎么怎么立的 反而ASA统一 全部是证研码 好 下面呢 就是一个ASA登录 好 我先确认一下路由 我先确认一下路由 这起来了 我先 202.100.1.8 Ping202.100.1.100 ASA的外部接口 好 这个网 这个直连是通了的 好 先把它搁一边 然后ASA 两接口我也配了的 路由往外 我也做了的 路由往内 我可以漏掉 因为 现在漏掉不方便 漏掉我就断了 这个漏掉 因为我现在 我的PC之所以 能往我那个ASA 就是因为这条路由过来的 一会儿我 动态路由协议 学完之后 我再把它漏掉 否则的话 我就断了 我要在康处口去配了 就不方便了 我看我们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 我宣告了的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漏掉 这条经纪路由问题不大 我先看看邻居 修OSPF labor 看好 没有IP 我给总结一下 ASA的研码 都是正研码 ASA所有的 跟路由协议相关的 配置 在路由器上 都有IP 你把IP不要 你在ASA里面敲 就对了 修OSPF labor 我没有敲 就这么敲 所有东西你记住 正研码 然后只要IP不要 你抠掉 你把它敲在ASA上 就这样 修root 不是修IProot 就在套路 那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配置 干掉 应该不会断 因为我可以通过 OSPF 学到10.1.1.0的路由 再想想 我来说 VFTD开始 就已经宣告 这两个网络 所以说 我通过OSPF 学到10.1.1.0的路由 没有问题吧 可以解 开始 因为这边没有OSPF 所以我加了一个 竞带路 现在我把这个竞带路 给弄掉了 当然路由 都不是今天的重点 IP例子 也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主要 给你讲 VPN怎么配 ASA的FVPN 其实要 做一个简单的 SVPN 是超级简单的 有多简单呢 首先你来个用户名 这可以认为 不是VPN配置吧 好 开始配VPN 6个字母 这10来个字母吧 配完了 这就已经配完了 你才几个字母 十几个字母 敲完了 你感受一下 我要为你 把OSPF的 配完 用户名密码不算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PC上来测试了 请注意 这就是 Clientless 第一个 Clientless VPN 无客户端 不需要这么客户端 我直接的 我的游览器 测这个最好用IE 直接用你的游览器 HTPS 2020 100 1.100 就是ASA的外部接口 我不是 EF outside的吗 是吧 不如这个 我不是 EF outside的吗 Sure Interface G090 100 吧 看一下 HTPS 202.1 100.1.100 证书爆错 很正常 因为 ASA的证书 是之前名证书 肯定会爆错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输 SSO优势 米苏 刚才是 SIT 进来了 不需要任何的客户端 无客户端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内部不是有一个 这个 内部不是有一个 10.1.1.100 这是FMC 是那个 VFT 管理中心 我们看一下 我们直接在这输 HTPS 我们直接输 10.1.1.100 你看 直接 这是无客户端 你看 我有客户端吗 除了游览器以外 我还有其他东西吗 没有吧 我直接的输 HTPS 10.1.1.100 然后呢 其实我就可以 访问内部的 这个 FMC了 无客户端 但是这个东西 可能有点慢 其实应该都差不多 这个login都显示出来了 对吧 OK 被登陆了 这就是第一种 无客户端 Clientless 无客户端 Clientless 可以理解吗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我也可以回去 好 这就是Clientless 基本上就算是 搞定了 OK 好 这个Clientless搞定了 那么 好 我们来回来讲讲理论 Clientless 那就是Clientless 就是没有Client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你只能使用 这几个协议 看一下 HTTP HTTPs CFS 是微软文件共享 FTP 就是FTP 它只能支持这几个协议 它支持协议比较少 OK 你说你Tel不行 SSH不行 理解 这是Clientless 就配完了 Clientless 无客无端 没有客无端 是吧 但它能够使用的资源 访问的资源也比较少 但是这HTTP 其实已经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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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Clientless 好 然后再聊一下 七层工作模型 我告诉你啊 七层工作模型 就是代理服务器工作模型 啥意思呢 就是 这是这个ASA 这是这个PC 这是这个FMC 你和它建立的第一个TCP 是TCP413的 这个绘画 第一个TCP 然后呢 你把请求交给ASA ASA 是发起的第二个TCP 去请求的这个最终目标 这个咱们讲过吧 经典的Proxy 代理服务器 七层 代理服务器 工作模型 也就是说 FMC会认为 是ASA的这个接口 10.1.1 应该是10 去防火的它 也就是说 假设中间还有防火墙 你应该放行10.1.1.10 到FMC的流量吧 理解了吗 七层 代理服务器 工作模型 说完了啊 Client类的 没有客户端 然后 访问的资源是有限的 然后是代理服务器 工作模型 是ASA内部接口 直接去访问的 这是重点 下一个 SyncClient 你支持的应用太少了 那比如说 内部有一个 我的内部的Win 内部这个PC 我们看一下 我内部的Insight PC 我们看地址多少 我已经在的PC是10.1.1.101 那么 远程桌面 我们看一下 我开没开 远程桌面 允许 远程链接 远程桌面 那好了 远程桌面 我是允许了的 你能访问得了吗 访问不了啊 是吧 那能不能够 把这个协议 稍微增加一些呢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SyncClient 我们先把CM配了 让你感受一下效果 你就理解这是什么玩儿了 我来给你配一个啊 感受一下效果 其实NA啊 主要就是让你感受一下效果 在WebVPN下面 你配一个端口转发的策略 起一个名字 然后给一个很大的端口号 然后给一个 然后呢 那你要访问什么呢 刚才的Inside PC 是10.1.1.101 远程桌面 端口号呢 是338- 这配置啥意思呢 当你 当你连接你本地的 127.0.0.1的这个端口 就会给你转发到 这个地址和这个端口号 这个技术叫做Port Forward 端口发送 这是一个策略 这是一个策略 怎么能够把这个策略 给用户呢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基本的 首先你要创建一个 Group Policy 这是名字 然后在它的属性里面 WebVPN属性里面 把这个Port Forward 激活 调用你的策略 简单 入个门啊 Group Policy Group Policy 是 VPN 策略的 容器 你可以把很多 VPN的策略 都往里边放 比如说下面 我把这个策略 往里边放了 放进去之后呢 你就需要为用户 User SSLUser 关联这个策略 相当于这个用户 就有这个策略了 再说一下套路啊 在WebVPN下面 配置策略 把策略放到 Group Policy里面去 然后 为用户 关联 Group Policy 用户 就有那个VPN策略了 好 关联之后呢 主要是我们感受一下效果 关键是效果 退一下 你要玩这个的话 要确认一下 你装了Java Java运营环境 我这里应该是装了Java运营环境的 SSLUser 看一下 Application Access 开始 Application Access 稍后 好 我们再想想我们这个技术 叫什么名字 先回去看啊 我们这个技术名字叫什么呢 SyncLand Soul客户端 Soul客户端 就是有客户端 小脸 是意思吧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客户端 其实就是现在 正在下载的一个 Java插件 Java插件 就是一个小的Java插件 所以说叫SyncLand Soul客户端 就是一个小客户端 就是一个小客户端 就是一个Java的一个小客户端 你解释什么 SyncLand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 还有一个小客户端 还没好 还没好 怎么这么晚 这拨的Floard啊 啥情况 没想死 你看就这种Java 他有事 说不好是为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最终效果是这样的 他起来之后 就会告诉你 当你连127.0.0.1 五个五端口号的时候 我会给你发送到 10.1.1.101 3389号端口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以远存桌面 127.0.0.1 五个五 然后就能够连接到内部的 主机上去了 Port for 端口发送 好了啊 你看啊 你就可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打开你的MSTSC 你的远程桌面 你输127.0.0.1 冒号12345 端口号连接 你可以看看加紧密 看看加紧密 这个时候你就输内部机器的 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样的话可以扩展 你就说只要你 本地这个端口 就连接到什么地址 什么端口 是不是可以增加更多协议 这个稍微有点慢啊 反正你就可以 肯定可以就连上去了 而且呢 当你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 是谁在连呢 你会发现 是这个172161.100 这个ASA的内部接口去连的 我们看一下图 代理服务器工作模型 是由这个地址 发起的第二TCP 去连接的 七层 依然是七层工作模型 要注意啊 这依然是七层工作模型 用这个地址去连接的 七层工作模型 所以说 SyncClient 依然是七层工作模型 但这个就是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扩展更多的端口号吧 对吧 因为Client是端口号比较少 这个可以扩展更多的端口号 就这样吧 但是肯定是可以通的 OK 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了 SyncClient 最后一个就是你们都会用的 访问我们公司实验台的三层工作模型 的SyncClient 就是AnyConnect AnyConnect 就真的就是那幅图了 我们开始看到那幅图 就是 你这个PC 有两个网卡 一个是蓄理适配器的网卡 当你拨到这个ASA上去之后呢 ASA会有一个pool 这个pool呢 会推给你一个地址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地址 这个pool的地址 然后访问的内部的服务器 三层工作模型 就是你真的是得了一个IP地址 真的是通过这个IP地址 访问的内部 SyncClient AnyConnect 来连接 OK 好 你看这个已经连上去了 我 这个不是这 这 已经连上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LetState-an 你发现连接是172161.100 这是ASA Lab这够连的吧 是吧 好 这个可以关了 这边关了 我们这才能进得去 好 最后一个 我们稍微长一点点 最后一个实验 就是SyncClient 就是AnyConnect 三层工作模型 刚才画了 前面两个都是七层工作模型 这个是三层 真的给你一个地址 附在你虚体适配器 然后通过虚体适配器 连接内部 设备的 好 要配这个呢 很明显 你得配一个pool SSL pool 然后呢你配一个172.16.3.100 3.1到172.16.3.100 你需要有这么一个地址词 你要敲个什么东西呢 address pool value 也就是说呢 要给这个用户 一个地址词 然后呢 还有VPN-Tunnel Protocol 要允许这个客户 拨SSL Client 拨SSL Client 我给你解释一下 默认 ASS不允许你拨SSL Client 的AnyConnect 你只有挑上这个 才允许了 客户能够拨 AnyConnect 其实这个配置 跟VPN的配置就配完了 pool 调用pool 激活SSL Client AnyConnect就支持了 然后加载 在客户端 激活客户端 当然了 这个group person 一直关联给用户的 所以用户就会有这些pool 和这些 slum SSL的 协议的这些 策略就得到了 但你要了解一个问题 始终要考虑一个路由问题 你想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路由问题 VPN很多路由问题 我的VFTD想想 这是VPN口 这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就好了 然后这是内部口 然后其实我这儿还有一个外部口 对吧 我的末网关是往这个外部口指的 对吧 想想 我的末网关是往外部口指的 好了 那么我这个VPN一旦拨上去 我给他POSE多少呢 我的POSE 172.16.3.0 请注意3.0没有在内部网络出现过 那也就是说 我3.0解密之后 感觉就是3.0 是从这儿进去 然后仿在内部设备吧 一般来说 你要注意 VPN去的时候 路由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往往出事 就是回报 那好 你FMC有网关 指到了VFTD VFTD是不是要给172.16.3.0回路由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在VFTD里面 加一条路由 去往172.16.3.0 下一条是ASA的172.16.1.100 是要指这条路由吧 当然你可以把这3.0 什么宣告的路由协议里面 当然知道也行 但是VFTD确实需要一条路由 我这个做啊 确实需要一条静态路由 你看墨入路由是指的 走到outside的 所以说呢 你确实需要一条静态路由 从VPN口出去 去往哪呢 去往VPN的pool 172.16 3.0.24 一定要解决 破的回报路由问题 你永远要记住啊 OK 下一条是下一条 VP那多少 这VP破 下一条是 172.16.1.100 保存 不锁 确实需要这条路由啊 想想啊 你这个波进 你这个再说一点 这个路由反正比较重要的啊 你这个VP从这进去 其实这解密了之后 这出来的时候 就是172.163.0 从这出来的 是吧 你回来的时候 这顶墨尔网关到VFTD VFTD是不是应该只吓一吓 到这个目的是3.0啊 需要指吧 它墨尔的网关是走到outside的 另外一条的接口 不一样的 所以这条路由一定要做 所以说呢 你要反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反正再提起 VP最难的 其实不是VP是路由 经常不通 不是VP是路由 好 当然呢 它部署 它慢慢部署的 我们先试一下 把VP播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播VP了 我把这个断了 我把这个逐销出去 我再进 我再进来 SZOU 看到啊 AnyConnect 开始 其实它会再现 你如果第一次的话 它会再现的下载 AnyConnect 当然了 我这个AnyConnect 应该是以前播过 以前就有了 就不用再现下了 反正第一次肯定是再现下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撕配器 你看现在的已经用状态啊 你看啊 这个基本上已经 马上就要已连接 好 OK 看到了吗 这个蓄力撕配器就起来了 而且下面继续看 IPConfig 你会发现 这个蓄力撕配器就有地址了 这个Pool 启动了一个地址 然后如果说 那边的路由 解决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PIN一下 10.1.1.100 有通了吗 OK 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就直接网管 来去TTPS 10.1.1.100 那FMC的这个页面 其实也就可以被打开了 当然要等一会儿啊 反正我至少PIN 你看啊 至少我这个PIN都已经PIN通了 请注意 这个时候你是三层工作模型 你是直接 拿你的趋力撕配器的 17216 3.1 直接去访问 10.1.1.100 OK 三层工作模型 好 你看这已经打开了 我就不输账号了啊 这个基本上 今天的实验就讲完啊 AnyConnect 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这三个 就是受客户端 无客户端 受客户端 还有这个后客户端的AnyConnect OK 咱们这周就讲完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赶紧的把作业做一下 我觉得学安全的话 你听我一遍 可能第一遍 不会有太多收获的 关键还是要下来把我的录像听一遍 然后把作业做一遍 基本上才算是跟上节奏 这个作业领导